盘点孙子面板祖宗能力的替身 差点干掉迪亚波罗的金属制品 作为暗杀小队队长的李苏特 金属制品是最为符合暗杀者形象的替身能力 不过他的替身面板倒不能说很弱破坏力C速度C 射程距离C精密度C成长性C持久性A 白金之星是5A1C 金属制品是5C1A 就算是肉搏的话 金属制品其实也能扭断你的脖子 但作为一个近距离负数型替身 很容易让人忽视金属制品的战斗力 它的替身能力是利用磁力操纵射程范围内的铁元素 C的射程距离说明李苏特大概可以控制10米内的铁元素 通过对铁元素的控制 它可以将其转换为类似刀具钉子这样的铁制品 如果你不是迪奥这样的吸血鬼 又不是迪亚波罗这样的非人类 金属制品一旦出手几乎就是一击必杀 如果李苏特不是了寻找迪亚波罗的秘密 它一开始就能割开托比欧的喉咙 加上金属制品还能利用光线实现光学迷彩的隐身效果 对于大多数的替身来说 金属制品都是无法察觉的恐怖杀手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百科的视频还请多多支持哦